中国人的机智灵巧与勇气豪情 于是天下为之而惊叹 目前佩服昭明 说起中国武术 我们的镜头就不能不移到 这座耸立在华夏中原大地上的微微松山 中国历来讲究深山银骨寺 松山侮辱风下的少林寺 是具有上千年悠长历史的名寺 更是巨世皆知声望远播的名寺 是少林寺出名的 不仅是僧人们宣扬的高深佛法 更有僧人们演练的金掌武功 少林武功在中华舞台上既有极高的身份 对海外的习武之事则有极强的吸引力 美国 瑞士 日本 新加坡等国家和台湾的武术社团 不远万里前来留下着的一块块的堆石 表达了他们对少林古功的重样 以及虔诚的半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林武功远远流长 本是少林寺僧人为房生后寺而创造 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频繁盖朝换代的历史上 少林武功也曾在政治斗争中展现过独特的威力 因此留下了十三贵僧旧秦王 五百罗汉战元王 三次出洋 平窝头 激烈后 这一座座深入的大贵群色 还向人们昭示着少林前卫路森颤出邪恶 匡扶正义的豪气 三次出洋 平窝头 激烈后 少林武功很丰富 尽全数就有一百七十多套路 少林拳刚健威猛 又妙在刚中有柔 刚柔相继 其结构严谨 进退有方 能攻能守 动静适宜 更讲究一不妄动 全部虚发 房中有打 打中有防 这里 我们首先向观众介绍 三十年代少林寺武僧总教练 施德根大师传授的少林基础权势 少林小红泉 小红泉动作朴实 结构严谨 攻防严密 善攻善守 尽力短促 稳健 以掌法为主 多用按劲 刚中带柔 刚柔相继 下面 请少林寺三十年代武功总教练 施德根大师的俗家封门弟子王西前先生做小红泉套路示范 小红泉套路动作的运行路线是直来直往 进退 起落 转侧均在一条线上 而且一拳一掌都要求必不处于微曲状态 即曲而不曲 直而不直 在攻防运用上 擅打近身战 充分发挥身体各关节的作用 其技法 采取虚实并用 声动机吸 主手 要求纹 准 狠 急 力量运用 要灵活而富有弹性 讲究身一滚而起 手一滚而入 伸进脚鼠嘴 上下足一 力打击脸 小红泉套路 小红泉套路 唱 样 小红泉套路